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会衰落 相反 将自身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 打着民主的幌子 制造分裂对抗 这些同真正的民主精神 背道而驰的伪民主 反民主行径 才是来日无多 终将被国际社会唾弃 希望美方吸取教训 不要重蹈喀布尔时刻的覆辙 不要重演民主峰会的闹剧 不要再把民主当做政治操弄的工具 努力把自身的民主赤字问题解决好 站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正确一边